让我们欢迎一位著名的音乐人 我说一个关键词好吗 贵妃醉酒 是谁 我们的朋友已经帮我们把李玉刚老师给cue出来了 让我们欢迎青年艺术家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玉刚 今天晚上李玉刚老师 也会有非常精湛的表演带给大家 其实江西也是戏曲之乡 特别期待李玉刚老师来到江西之后 能够触发出新的灵感创作 欢迎李玉刚老师 欢迎你 来到采访区 来跟我们庐山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谢谢庐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玉刚 谢谢大家的支持 您是第一次来庐山吗 我原来来过是带家人 但是不是工作 真正工作应该是第二次吧 我觉得这又是一次种草了 曾经就带家人来过 第二次才是工作时候来 没错 而且我们都知道江西是戏曲之乡 干戏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一次李老师来到我们的江西 会不会激发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今天起得还蛮早的 然后在庐山又好好的转一转 然后山也好 水也好 希望未来自己能够在庐山也创作一些 好的音乐作品 或者说这些音乐作品是 戏曲和流行乐结合的 比如说像我的新贵妃醉酒 或者说像我的作品万江 那样的作品吧 期待着 所以其实知道您今天在我们的主题盛典 也会带来一个表演 是什么能透露一下吗 对 是唱的一首古诗词 改编的这样的一首 非常 就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 叫《大林寺桃花》 《大林寺桃花》非常契合这里 我给大家简单透露一下 昨天彩排的时候 我听到了超级惊艳 最后再给我们的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 送上您的祝福好吗 那就是 办得好 越来越好 然后也期待着 未来更多的电影人 都能够相聚在庐山 然后也谢谢 我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红毯 和大家见面 然后 对 谢谢大家的支持吧 谢谢 谢谢 期待您常来 谢谢李玉刚老师 期待您今晚的经验亮相 玩得开心 往哪儿走 我们都说音乐和电影是不能分割的 无论过去多少年 可能有的时候会模糊 影片当中的情节 但是如果是一首快智人口的歌曲的话 一定会让我们瞬间 就会回想起当时的旋律 没错 其实好听动听的电影主题区有太多太多 包括一首歌 李玉刚老师好 咱们是电影频道的 能跟咱们的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玉刚 久违了 这次来庐山有对 庐山有什么新的印象吗 庐山就一直很美嘛 然后我们在小的时候 然后古诗词里都知道 望庐山瀑布啊 所以那么多经典的诗词 已经让所有的中国人 或者说世界上的人 对庐山就是 没有来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这里的确 气候特别好 我们对李玉刚老师的 歌曲实在是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今天是爱情主题吗 你要觉得爱情 提到爱情 你觉得哪首歌 就是最契合这个场景 爱情的歌吗 那肯定是我的心会费最久 当然跟这里最契合 应该是跟风景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 比如说我自己也有歌 那首歌叫做《落寞》啊 好多歌 你能现场帮我们来一句吗 哎呀 哎呀 这个太连时了 一缕斜阳 半寸的时光 滴答滴答 滴滴滴滴答 忘词了 想不出来 谢谢李玉刚老师 真的 卢山写过的一首歌 对 大概的背景 我记得您有首特别著名的歌 新贵妃 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 在天愿为比一鸟 在地愿作连理之 这样的一个爱情 最广为流传的一句歌词就是爱恨就在一瞬间 对 那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 其实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创作团队当然是站在一个历史观 其实我们都知道最美好最永恒的也是爱情 但是如果站在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节面上 然后去面对当时我们写这首歌的背景 然后副歌就写了爱恨就在一瞬间 举杯对月情四天 所以它真的是有点穿越古今的这样的一个爱情观吧 因为毕竟新贵妃最久 它的背景故事讲述了中国四大古典美人之一 杨玉环和唐玄宗之间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 那李老师可以给我们亮一嗓子吗 爱恨就在一瞬间这一句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举杯对月情四天 真的听了就是如痴如醉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江西也是戏曲之乡 有干剧 对 干戏 干戏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了 那您来到这里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创作上的启发 我创作的就是我今天起得特别特别的早 然后呢就到这边山山水水转了一下 我说可能未来如果有机会 也可以说唱一唱中国的大好河山 就像我唱万江一样 对 未来期待着吧 看看庐山的缘分 就是像李白都写过望庐山瀑布 未来李玉刚是不是能够唱一曲 唱一曲什么什么庐山的作品 唱庐山瀑布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 说到戏曲的话 您其实最近也有一个就是 创新的创作 就是昆曲和摇滚之间的一个碰撞 叫做爱之初体验 爱的初体验 对对对 是我参加一个节目唱的这样的一个跨界的作品 然后好玩 比较好玩一点 您当时如何想到将昆曲和这个摇滚融合在一起的 其实当时就是想实践一下 当然了就是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没那么多 那当时昆曲牡丹亭和爱的初体验 然后就是一个我想尝试的一个 看它究竟怎么样 但其实未来啊 其实未来真的是就是说 流行音乐里面不同的这种表现形式 可以跟中国的戏曲去结合 就是爱的初体验和昆曲的结合 当时也很多人 特别特别我的粉丝们 他们也特别特别的喜欢 那您的爱的初体验是什么呢 我的爱的初体验是刚好遇见你 又回到了我的歌词了 刚好遇见你 那我们知道刚好遇见你这首歌 其实是一个比较轻快的一个歌曲 对也是我的代表作了 对那您认为就是您在不同的歌曲里 也表现了不同的爱情 那您本人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哎呀我本人的爱情观 我认为其实平凡的爱情可能会会 这是我所追求的吧 嗯 就是经常唱惊心动魄的这种这种爱情 就像刚才谈过的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说 平凡的爱情 嗯才是我认为 哎呀那个才是爱情的真谛吧 说的不一定对啊 平平淡淡才是真 对平平淡淡才是真 这是我自己向往的 嗯那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庐山国际爱情电影 对那您有什么想要推 对你想有推荐的爱情电影吗 比如说是我喜欢的吗 那肯定庐山恋吧 因为这个最应景 当然比如说爱情电影看过还蛮多的 比如说像泰坦尼克号 那个每次看都会热泪盈眶 我还比较喜欢严谨君二的有一个电影叫情书 情书那部电影 你肯定知道啊 我也看了很多很多的遍 然后也的确非常喜欢 嗯那听说李居刚老师今天也在筹备一部电影 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对我现在呢正好就是我的本职工作的确 因为渐渐从目前已经渐渐的转向幕后 但并不是说目前我完全不参与 可能会渐渐的参与的会少一些 的确最近也是一样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真人秀的节目 我就果断的拒绝了 果断的拒绝了 然后也是一样 可能渐渐的吧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多做一点幕后的事情 但是目前比如说 就是我挑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毕竟我的粉丝还是希望能够多多出镜 然后挑一些有意义的 那其实聊到这个问题是在筹备着自己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我经典的舞台剧这方面 就是舞台剧是把灯光音一响 然后故事包括唱词音乐都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喜欢做的 因为它比较综合 那当然了就是也在筹备我的电影 的确在筹备我的电影 然后也是一部跟爱情有关的电影 爱情相关的电影 然后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了 已经筹备了有大半年了 然后不停地去看景啊 然后我期待这部新电影 未来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吧 然后对电影当然了就是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电影学院 念书念了一年导演戏 就是为了说追求我自己心目当中光和影 如何去呈现我内心中想要表达的故事 也很想跟大家聊聊说 这个电影什么题材呀什么名字 但真的现在必须保密 小保密一下再筹备 那你首次触电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接触 哎呀聊到这个其实就蛮梦幻了 其实我的小的时候在吉林的农村 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电影 是放露天电影 你知道人生鼎沸 好像我就是这一年当中最美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世外 就是跟小伙伴们追着那个露天电影 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 就有着这样的一个电影梦 刚才碰到说触电 那触电这件事情当然很美好了 非常美好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真正要从事这个行业和领域 去做它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作为从业者 因为我数次想去把我自己的处女做电影 做出来 然后自己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怎么讲的完美主义者 那一次又一次的 哎呀有这样的念头放下来 有这样的念头放下了 那现在看来 我新的电影真的 真的 真的就马上是机缘巧合吧 就必须得筹备并且实施和执行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李刚老师的新的电影作品 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表现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谢谢李刚老师 好 谢谢大家